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亮维 今天呢,要拍的就是50 facts about me 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请大家先帮我在下面按个赞,然后订阅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就开始吧 我叫亮维,我今年22岁 有时候是169,有时候是170岁,就是169到170之间 体重上次量的时候是55 为什么会有人想要知道我的腰围 63cm 我是马来西亚人,JD人,金牛座 我会马来文,英文,华文,还有大学学了一点法文 很烂 跟你们说一个故事,就是以前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就是负责一个event的善事这样子 然后我就要下去楼下跟那个cantin的嘎嘎讲 然后嘎讲,就是有人跟你讲什么东西这样子 然后在你讲你的口语上应该是要讲maryu tao这样子嘛 然后我,因为我的国文就很烂 我只会写,写也没有很好 我就讲什么什么什么maryu tahu 就是那个tahu你知道你讲口语是要讲tahu的吗 然后我讲maryu tahu 还有一个超搞笑的经验,是我以前小学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的马来文就拿全版最低了 然后那个老师,我那时候六年级 他就带我去他教的三年级的课室一起上马来文 oh my god,真是永远记得 我也不是很确定耶,因为我每次去店里面 我都是拿他的display的来try 然后如果我try out,我要拿小一号 我就敢讲小一号,我要大一号,我就敢打一号 如果应该是差不多六号这样子吧 我读的是UNSW,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在Sydney 读的是marketing和information system Good question 因为其实以前中学毕业的时候 我是想要读maryu tahu 然后那时候我就申请了台湾政大的传媒系 那就是我的第一志愿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自己讲,如果我进到的话我就去读 结果我没有拿到,然后我拿到的是正大的语文系 所以我就没有去读咯 然后我那时候中学毕业过后我就在UNIQLO做工嘛 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还蛮喜欢那些marketing的东西 就是我会很好奇想要知道 他们是怎样卖他们的产品啊,他们怎样打广告啊 那些东西 所以我就选择了marketing 然后information system的话咧 它就是一个辅助marketing这样子的一个科目 因为它就是database啊,big data那些东西嘛 所以跟marketing结合在一起可能就比较容易找工作这样子 而且information system也还蛮有趣的 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去美国啊欧洲那些地方留学 是因为我觉得太远了 然后就觉得如果每个sandberg我都要回家的话 我不知道坐超级久的飞机 而且对我来讲就那边还是算有一点乱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着澳洲 澳洲我就想着Milburn和Sydney哦 然后那时候我直接是在Sydney读master的嘛 然后我也去过Sydney 然后就觉得Sydney还蛮适合我的 因为就离海边啊,离那些大城的地方都很靠近 就跟城市不会离太远 然后Milburn就是一个比较slow pace 对我来讲我就觉得Sydney比较fast pace一点 比较适合我 所以我就选择Sydney 没有后悔 最重要的应该就是独立 然后自律思考模式 独立的话就是你在外国人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做 就像过后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啊那些 也不能很依赖他们去做很多的事情 因为很多东西还是需要自己去处理的 比如visa的东西啊,bank的东西啊,很多啊 还有自己生活上的东西,住宿的东西那些 我觉得读大学都是会学到自律的吧 就是你会有很多同时想要做很多事情 然后你就会懂得自己的priority 所以就会变得比较自律一点 思考模式的话我觉得分为两种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们很多科目就是会有case study 就每个星期都要交一个case study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那些case study 就会训练到我的critical thinking 然后还有就是会增加很多额外的知识 那就会来train你的思考模式这样子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在外国就会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人 不只是自己本地的人还有很多外面的人 就算是马来西亚人也会接触到很多不同州的人 就会造成你接触很多不一样的讯息和不一样的opinion那些 所以就会看事情的时候就会比较open mind的一点 UNSW我觉得算难吧 它就是它的assignment还蛮难的我觉得 它的assignment有时候还要学你做很多东西 可是只占总平均的五发现这样子吧 而且是超级难的那种 然后不只是我的课啊 我觉得其他课也是这样子 我听说accounting和finance的考试就是还蛮难的 不过我自己的marketing的course的话 我觉得那个考试是还ok的 就是你有读的话就是都是ok的 可是marketing在UNSW的考试的话 很多都是你要完全了解那个课整个在讲什么 然后他考试的时候可能会叫你写一个plan出来这样子之类的东西 inforces我觉得考试还ok 可是assignment就有时候还蛮难的 每天花差不多七个小时吧 现在的话 因为现在是要考finance的 之前就是有功课的话就会做功课 所以差不多一个天用差不多三个小时这样子 我的住宿费是400块 不过我是住宿舍所以比较贵 如果是住外面的话就会比较便宜 就差不多一个星期200块这样子 然后grossary的话是50块++ 然后出去娱乐的费用差不多50到100块这样子一个星期 所以总共我自己的话 我差不多一个星期是花500到550 包括住宿费 我觉得要有自己的priority 就是对我来讲的话 我就是把度数放在第一个 然后到剪影片 然后才到玩乐 就有时候我朋友就有我出去的话 然后我刚好那个星期 我还没有剪好我的影片还是什么 我也会跟他们讲我要剪我的影片 然后我不要出去 一方面也是神剑 所以就是对要找到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 然后再分配好自己的时间 嗯...不是吧 Positive? 有时候心太软 越努力越幸运 我看戏的时候会模仿里面的人 就有时候我跟我家人朋友啊 他们看戏的时候 他们就会发现我在那边等待着 他们就会很问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会自然而然的跟着他们一起这样子 我有很多个group的朋友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就以前中学的时候我就看很多youtube videos 通常都是关于那些旅游的 然后毕业了过后我就有去旅行嘛 然后就想着不如我自己也来拍一个旅游影片这样子 然后上船到youtube 以后也可以看回去 所以我的第一支影片就是那个旅游的影片 其实我在做那个之前 我还有做过几支影片 是佛伴上的人这样子 可是我现在已经Private deal 然后那时候也是想要读MASCO嘛 可是最后没有读成 所以就借着youtube来学习自己想要学的东西 比如剪辑影片啊 比如怎么写剧本啊那些东西 然后现在才算比较用心的在心 就是尽量每个星期都放影片 然后希望可以慢慢的成长 因为我希望我未来可以跟佩佑拍影片 跟我所有人都知道我最喜欢吃鸡蛋 就那种如果你只给我白饭 然后你给我一粒蛋 我也可以吃完的那一种 我以前不吃虾和牛肉还有牛奶 然后我现在都吃了 可是我现在还是不能接受牛奶 不懂为什么我 呃一个法国的牌子 在这里吧 它的巧克力真的超好吃的 是入口即化那一种 Clinic还有Fresh 我就有一段时间了 在澳洲的时候 我应该就要省钱嘛 然后就不想要买Clinic那么贵的牌子 所以我就换去比较便宜的牌子 结果过我的脸就烂掉了 所以我还是觉得 护肤品的那个钱是不能省的 最喜欢的口红 嗯 这个 Giorgio Armani的 登 500还是500多支 我忘记了 这样 我看一下啊 好像右脚欸 我以为会一样 结果真的有一点点不一样 当然有吧 六个 如果不算那些 做一天还是两天的那种 我超级早睡觉 我希望真心的朋友 还有那些 会默默的支持你的那些朋友 就是 如果别人 如果他们在背后 听到有人讲你的话 会帮你讲好话的那些 不喜欢那些 很喜欢讽刺的朋友 就有些人他们就很喜欢讽刺 然后又给不出好的建议 那种真的是no no 小时候不要那么常发脾气 虽然现在也 没有好来去 可是第一天好吧 我是看天气穿衣服的 就是如果 我今天天气比较冷的话 我就会穿 比较用来一点吧 我就会 选择这种 Hoodie这样子 像现在这样 因为外面在下雨 所以我穿Hoodie 如果是比较热的天气的话 我就会选择比较清凉的那种 然后如果讲平时的话 我比较喜欢穿Crop Tops 因为我就穿Crop Tops 很容易配 还有Jeans 然后印台的亲爱的安德烈 我买最多的衣服 就是从Uniqlo 然后第二应该就是Zara 再来就是Pool & Bed 不过我有一个很喜欢的牌子 就是它有点贵 叫做Brandy Merval 其实讲真的 有时候我也是会有负面的情绪 我也不是一直都是那种很happy的人 当你有那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 有时候就embrace它 you know 哭一哭也没有怎样 可是哭完过后 就要恢复正常啦 要怎样每天 不是每天 要怎样就是 比较大部分的时间 可以保持证明的心思 是改变你的mindset 就是你怎样想 我那时候看过一个youtuber 他在一个speech上面 他就讲 当你每天醒的时候 不要跟自己讲 I need to do this I need to do that instead你换成 跟自己讲 Today I get to do this do that 画一个形态 保持一个感恩的心 你就会比较正面一点 有 我从以前小学 就有开始写日记 不过小学的都是那种 断断续续的 然后到中学的时候 我才有比较持续的写 写到现在 Glutes吧 我觉得apps比较容易练出来 所以 Glutes 当然相信啦 我自己本身就是有很多很好的男生朋友 我觉得朋友这种东西 真的不用太局限自己 就是 当然如果你是有伴女的人 的话 你就要懂自己的界限在哪里咯 我记得九把刀有写过一句话 和异性朋友一起去看电影 share一个爆米花 就是因为一个人吃不完而已 我那时候看到这句话 我就觉得真的很对 前提就是 大家都知道 就只是朋友而已 就ok了吧 和家人去欧洲旅行 中学的每一个回忆 像马来西亚到澳洲一样远 要抵达需要时间 所以我现在是年尾毕业嘛 然后毕业典里在明年 我可能就会找一下工作 还有申请一下master 如果master拿过去的话 我可能就会去读 可能罢了 不然就是找过 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待在澳洲 这种就是看命运的安排 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自信的人 就是我还是有自己会胆怯的东西 我觉得自信这种东西是可以装出来的 就是fake it to make it 你自己跟自己讲 我是一个很自信很自信的人 你自然而然也会变得有自信起来 你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抬头 然后按手阔步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身边的朋友要选择对的朋友 就是让自己包围在一个正面的氛围里面 那些toxic的人就讲的时候 bye bye 第三点做那些你觉得 会让你闪闪发光的事情 然后穿自己喜欢的衣服 学习穿搭 对 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最重要最重要还是要相信自己 You are good enough 我觉得如果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就一定会想办法坚持下去 终极梦想就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生意 然后是有稳定的收入 还有额外的钱可以去照顾自己 和照顾身边的人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看到这个影片过后 你们有更了解我一点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你们的看法 很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的频道现在才有一千订阅咧 以后会拍更多更好看的影片给你们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看的影片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和分享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